音樂 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我在時尚雜誌裡面工作了30年 最常遇到身邊的人問我的問題 就是關於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來培養 關於自己在美感部分的進步呢? 又或者是怎麼樣去學習 在服裝上面的搭配 找到適合自己的衣服 這樣子的問題是沒有辦法憑空想像的 它跟學習數學解題也是完全不同 好像套上一個公式 就可以努力計算得到答案 它反而像是 學習一項運動 你必須從開始接觸它 然後從接觸之後 也許開始喜歡它 喜歡之後你可能開始努力練習 努力練習之後 你可能已經練出你的肌肉 然後甚至讓肌肉的反射運動 都可以學習起來 而到底應該要怎麼樣練習起呢? 通常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建議大家 你不妨想一想 你心目中是不是有你屬於 你喜歡的偶像 通常他都是用一個什麼樣的模樣出現 再深入一點的去了解他 甚至包含他的髮型 如果是女孩子的話 可能你可以看一看他的彩妝 從他身上去找到 也許你可以模仿他的地方 從小的地方開始做起 臨摹這件事情是完全沒有錯的 因為任何偉大的藝術家 或者是書法家 其實在學習的過程 也都是從臨摹開始的 這部分呢 我認為最重要的一個點 其實是從培養眼力開始 當你有欣賞的眼光 當你有眼力的時候呢 自然你就會看得出來 被你選擇的這些範圍裡面的服裝 究竟它的特點在哪裡 那到底怎麼樣開始培養自己的眼力 我認為就是要多看美麗的事物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看展覽的人的話 那我當然非常鼓勵你 因為這些不同主題的展覽 都是經過專家 特意的編排編輯之後 所呈現出來的展覽 所以你去欣賞它 其實等於也就是吸收了濃縮的精華 身邊的人在針對這個展覽 提出一些不一樣的見解或者是看法 在這個時候呢 你不妨試著打開你的耳朵聽 但你不需要全盤接受 因為在美的這個領域裡面 就是有各式各樣不一樣的可能性 而在這不同的可能性裡面 你如何建立屬於你自己的看法 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又或者是更輕鬆的場合 像是百貨公司 服飾店 在換季的時候呢 常常有非常精彩的櫥窗 你去多欣賞這些櫥窗 一樣是吸收了濃縮的精華 但很重要的一點是 你在看的過程裡面 你不要感覺這些事情跟你無關 大膽的走進店裡面四處去逛逛 這也都會針對你培養眼力的部分 有很大的加分 那接下來的練習呢 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試著開始 創造一點身邊的氛圍 我那時候還在服裝雜誌裡面 擔任編輯的角色 在那時候呢 跟我們一個美國來的總監 一起工作了一段時間 從他身上我看到一點 我看到讚美的力量 怎麼說呢 他進到辦公室裡面來 他一定找一個點來稱讚你 在造型上面做得非常突出的地方 而聽到讚美的人 第一個感受一定會覺得非常的開心 於是覺得自己再繼續努力也是值得的 而身邊如果沒有被討論到的同事也會看 為什麼他得到讚美呢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試著做做看 很奇怪的 就在這樣子的討論和讚美的圍繞底下 經過了一小段時間 我真的發現辦公室裡面的人 穿衣的方式都變得更加的好看和時髦 所以可見的讚美的力量真的是非常大的 在下一個練習的部分呢 我們要討論的是建立風格呢 其實我認為就是一個了解自己的過程 我們一定會在建立風格的過程當中 在選擇的過程裡面我們一定會嘗試錯誤 這個錯誤也許是感覺是來自於自己 因為你照鏡子你會覺得 這件衣服好像買得不太對勁 或這個頭髮好像剪得不太對勁 又或者是身邊的人覺得說 這個東西好不適合你喔 你好奇怪喔等等的這樣子的反應 所以我們從對和不對之間 又或者是從讚美裡面再尋求到 正向的一個決定 所以呢我認為建立風格其實是一種了解自己的過程 但是也可能發生一種情況 你明明覺得這個很適合我 也覺得非常對 但是身邊的人竟然給你的意見 都是非常的不正向 就是他們可能不喜歡 但是在這樣子的時刻裡面呢 通常我給的答案都是這樣子 因為我認為風格有時候 其實就是存在著一種自以為是 但是這個自以為是呢 並不是負面的 而是對你而言是對的 那你就應該堅持下去 當堅持下去之後呢 自然它就會變成你的 變成你的風格 當然這種堅持並不是傲慢的個人主義 如果你過分的自以為是 你的衣著風格上面 可能已經對別人造成了困擾 那當然就不是一個適合的風格了 那再講到最後一個練習 其實談到的是跟環境有關 也許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很多人都會把快使上這件事情 覺得是很負面的污名化它 但是其實我認為快使上 並不是一個錯的事情 它只是透過它快速的 款式的推出 然後大量的生產 降低它的單品的單價 讓多數的消費者 可以很輕鬆的去選擇它 但是很輕鬆的去選擇消費它的同時呢 有些人就誤以為覺得 在快使上裡面服裝 我們好像就可以把它當成像是衛生紙一樣 因為很便宜所以我買了 我用了很快的就把它扔掉 所以我認為快使上本身並沒有錯 而是消費者的態度是怎麼樣去拿捏 做一個有意識的消費者的這種美好 其實也是屬於美感的一種 擁有一顆體貼善良的心 我認為也是美感的一種 就像澳大利赫本說的 美好的雙眼會看到人們美好的一面 如果當你帶著一個善良的心 做有意識的消費選擇的話 其實你也會是別人眼中美好的風景 我們希望自己眼中看到的都是風景 那何不把自己也變成他人眼中的風景呢 我是盧淑芬 謝謝 解頭腦的渴 開領略之門 人文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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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講堂